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朝鲜人民军坦克部队 截止目前 朝鲜劳动新闻 朝中社等官方媒体 也没有刊发金正恩出席坦克大赛的相关新闻 韩联社报道称 该比赛是朝军装甲兵部队 每年上半年的重要活动之一 去年共有15个部队参加 而今年规模减半 金正恩2016年和2017年连续两年观摩该活动 在去年的朝鲜坦克大赛中 朝鲜军队现役的天马虎 T62 PT85等坦克参加了比赛 当时金正恩就完善坦克兵部队和各部队的战斗准备做了重要指示 金正恩指出 这个比赛清楚地表明 我们坦克兵已经锻炼成为真正的战斗员 能够架着无敌的铁牛在作战区奔驰 自主熟练地完成任何战斗任务 有分析认为 朝方此举可能反映出 目前韩朝关系改善的局势 或考虑到韩方日前低调开展戴后为要应和关键决断的韩美联演等情况 韩国军方有关人士表示 正在密切关注韩朝首脑会谈后的朝军演习情况 韩美空军11日起 居行戴后为超级雷霆 Next Thunder 的联合军演 据韩联社报道 此次军演为期两周 将持续至25日 8架F-22猛禽隐身战斗机和B-52战略 轰炸机等100余架战机将参演 进行实战演习 报道称 这是韩美联合军演 首次出动8架F-22战机 去年12月 韩美空军进行戴后为警戒王牌Vigilantis 的联合军演时 曾出动 明镜与继续次出动8架F-22猛22猛达网场